就帶有8分的打點 其實整個 沒辦法為今年球季做出貢獻 但是對於明年球季來講 還是一個投資 左半邊的穿越安打 楊帶軍 這一球打擊出去了 三壘方向 相對於前一球來說 這一球就強勁得多了 兩位野手都沒有守備的機會 杯賽為主 但是來到職棒之後 是必須要面對 這位場次跟 右半邊的滾地球在界內 接到之後自採壘包 這幫第一批的高中生選秀球員 是 是 來看一下這一球在左外野方向 打得很強勁 不過出到界外 直上也要成熟一點 滾地球傳二壘 再往一壘送 是一個 這一球出手在左外野方向打得很強勁 不過落點不佳 遭到了外野手的接傷 右半邊的滾地球接到之後傳本壘 再往一壘送 結果這是一個雙殺的運作 出手打高了 在一壘方向 找上了楊代軍 接殺出局 這球出手打到了一壘上空的沖天炮 楊代軍稍微修正一下 還是完成接手